在娱乐圈当中,明星们的私生活就如同地下工作一般,见不得光,毕竟一不小心就会让自己名传天下。 曾经就有不少的女明星因为布亚照被曝光之后,对自己的人生造成极大的影响。 下面就来盘点一下八位布亚照女星。 第一位,李亚芳。 1974年7月的一个深夜,李亚芳和男友刚从餐厅吃完宵夜出来,不幸碰上了一群坏人,他们逼他拿出钱来。 当时李亚芳身上没有多少现款,于是坏人把她押到三峡一家旅社,拍下她的布亚照,并以此威胁李亚芳付款。 当天凌晨三十许,神色憔悴的李亚芳回到家里,发现记者早已在门外等候,知道男友已报警,只好在姐姐李亚美陪同下, 到中山分局表示自己虽被挟持,但对方只是勒索未遂,驾车抓着她在台北市交兜了几圈而已。 现在,既然她平安返家了,也没什么损失,请警方就不要追究这些小事。 此消息一出,瞬间造成巨大轰动,在淳朴的年代里,提到这件事没有一个人不为李亚芳打抱不平。 歌迷们都咬牙切齿,大骂歹徒桑尽天良,欺负这样一个必须挑起全家重担的弱女子。 负责侦办此案的事刑大与中山分局漏夜展开侦查,案子在一个月后宣告侦破,民众各个拍手叫好。 第二位,蓝玉莉,她是台湾70年代影视歌《三期红星》,1953年出生于高雄县岗山镇励志村的军人家庭,省岗中毕业后即进入演艺圈。 蓝玉莉在日本的表现如何,中国观众并不十分清楚,倒是她在日本拍不雅照的传闻,在中国掀起一阵涟漪。 蓝玉莉得知十分气愤,还专程回中国澄清谣言。 她说,自己绝不会做出这种令人不齿的事,她再三要媒体替她澄清,一场不雅照风波就此落幕。 想不到八年后,她为《封面女郎》创刊号拍摄写真集,出版社居然把她一些不雅的图片刊登出来,结果引起轩然大波,批评声如浪潮般卷来。 第三位,珍秀珍。 珍秀珍曾在九十年代中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婚姻,当时她吸引在美国留学,期间交往了一个男人,珍秀珍被对方花言巧语所欺骗,以为嫁了一位能为她花钱如流水的如意郎君,却没想到对方是一名在美国躲风头的逃犯。 结婚的那几年,珍秀珍不但屡遭伤害,甚至离婚之后还被前夫拿着不雅照勒索。 珍秀珍的大部分家当都被一扫而空,最终不堪其扰的珍秀珍只能跑去澳大利亚来躲避这位可怕的前夫。 在国外的几年,珍秀珍努力补习少年时代阴养家而落下的课程,增广见闻,认识了不少新朋友,其中也不乏很多才貌兼备的追求者。 可惜对婚姻存在阴影的她再也没有接受任何男人的示爱。 经过无数次挣扎,珍秀珍好不容易才从前夫的噩梦中走出来,于2000年重返萤幕并塑造了流星花园李道明峰这一经典角色。 第四位,曲美凤。 2001年,曲美凤的情史被人揭发,揭发的媒体直接指出她和很多名流的关系很混乱,其中不乏有傅之夫。 虽然在这件事被爆料出来后,她很快就进行了否认,还说这是诬陷,但是没过多久,她就被打脸了。 不久后,曲美凤的绯闻被一家台湾的媒体曝光大量的证据,其中还有她和男友的不雅光盘,而且这个光盘中长达47分钟的视频。 男主角就是有傅之夫曾仲明,而女主角自然就是她。 在这部光盘被曝光后,尽管当时警察已经尽力进行干涉了,但是还是有很多流出去。 而这一切背后的操纵者,她也万万没想到是自己的闺蜜郭玉玲,很多网友也表示很震惊。 但是,事情已经发生了,也不能挽回了,而曲美凤的不同就在于,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事情,肯定是退出公众的视野。 但是,曲美凤却恰恰相反,她迎难而上,还出了一本自传《曲美凤颤情录》。 第五位,潘月云。 1997年,潘月云认识了黄光泉,两人相恋两年后,潘月云怀孕了。 为此,两人想到结婚。 那一年,潘月云已经42岁,于是很仓促的,他们结婚了。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,结婚不到三个月,黄光泉就变了。 她变得脾气很暴躁,一言不合,就朝潘月云发火。 但为了肚子里的孩子,她忍。 后来潘月云决定放弃这段感情。 孩子出生后,潘月云主动向黄光泉坦白, 我希望能够分开,我们用最合理的方式分开。 黄光泉一听,不肯答应。 后来有余记说,是因为黄光泉婚后没收入,一直靠潘月云养,害怕失去经济来源。 她既然不答应,这次也就算了。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一走,黄光泉便像牛皮糖一样沾了过来。 一连三次,她搬了三次家,黄光泉都能找来。 2008年8月26日凌晨,潘月云正在家睡觉,身旁躺着恋人黄启舟。 突然,她被一阵叫喊声惊醒。 睁眼时,丈夫黄光泉和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就在跟前。 只见黄光泉手里拿着相机拍下了潘月云的不雅照。 这时被曝光,黄光泉一口咬定是潘月云出轨了。 没过几个月,她一纸诉状将潘月云告上法庭,要求潘月云赔偿自己800万。 第六位,王心灵。 15岁,王心灵就遇到了她的第一任男友,欧定兴。 两人情斗初开,可交往两月就暴露出了男方偷窃,劈腿之事,两人的感情很快破裂。 2005年,两人正式分手。 2010年,一组范纸伟录着上身,王心灵穿着这单薄衣服的亲密照在网上流传甚广。 而这组照片的来源,正是范纸伟设置的回忆相册图。 此时,两人分手已经长达五年。 范纸伟一面声称自己发言不得体,一面高谈破论王心灵的私生活。 2012年跨年日,王心灵和姚元昊被拍到在家中亲密拥抱。 恋情曝光,也意味着王心灵的介入一说可信度直线提升。 这段感情维持了四年,就无疾而终,两人也没说原因。 五个月后,姚元昊在社交平台上曝光了王心灵紧穿上衣,身着内裤的熟睡照。 这种情侣同居的照片被男方发布,居心叵测,但王心灵还是选择了原谅。 第七位,谢心。 2022年3月8日,台湾女星谢心不雅照意外流出的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。 据悉,网上最开始流传出谢心的14张不雅照,她3月1日在摄影师陪同下去,警察举报了案。 警方在调查后认为是摄影公司的云端硬碟出现了问题,该公司的相关电脑等设备都已经被查扣。 警方调查是否有第三人登陆造成照片泄漏。 但谢心被泄漏的照片数量已经非常巨大,有网友称已经发现了2820张照片,容量高达2.3G,警方也接收到了这条线索,进行追查。 谢心本人则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公开回应,她表示那些照片都是为了工作拍摄,只是为了是造型式感觉,本来就没有曝光的打算。 拍摄过程中尺度就稍微大了一点,却没想到会被人泄漏到网上,她坦言自己现在很难堪,怒斥始作俑者居心何在? 现在谢心事业重回正轨,却再次遇到挫折重击,希望泄漏照片的人能得到惩罚。 第八位,刘嘉玲 1990年4月24日凌晨,刘嘉玲接到曾志伟的电话,曾志伟邀请她到她家打麻将。 参与打麻将的还有刘嘉玲的好朋友吴君如。 一向爱打麻将的刘嘉玲听到这个邀约就开车前往曾志伟家。 在前往曾志伟家的路途中,刘嘉玲感觉有人跟踪她,于是她加快了车速。 就在她快要到曾志伟家门口的时候,意外发生了,有三名男子走到她车前,将她带走了。 刘嘉玲被带走的一幕正好被曾志伟家门口的保安看到, 保安立马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曾志伟,曾志伟出门确定门外的车就是刘嘉玲的车之后立马报了警。 警方到达事发地也只找到了刘嘉玲掉落的耳环。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,刘嘉玲重新出现在了曾志伟家门口,而此时距离刘嘉玲被带走刚好过去三个小时。 刘嘉玲说那些人抢了她一千元现金和一块名牌手表,也没有伤害她,第二天她就去警局销了案。 2002年11月2日,香港的《东周刊》刊登了刘嘉玲在1990年被带走之后拍下的不雅照,并且故意做成了封面图。 这期《东周刊》一经上市,立马引起舆论哗然。 最终,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,刘嘉玲决定正面面对这个问题。 彼时,梁朝伟和梅艳芳,张国荣,成龙,刘德华等百名艺人发起了抵制《东周刊》恶行的抗议活动。 最终《东周刊》停刊,11名高管被抓捕归案,主编蒙汉明被判入狱五个月,《东周刊》杂志社也因为发布不雅作品被罚款十万港币。 娱乐圈是个大染缸,各种的不雅照无论是真是假都使其形象受损。 对于一个明星来说,一时的得失并不能代表自己的未来,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,那么一切都会有希望。